上一推 它就显示出这个真空交换 摇晃一下 慢慢的慢慢的 它就会变成黑桃Q 好 把黑桃Q拿出来 它是一张真实的牌 黑桃Q 这个呢叫做真空交换 它前头呢是通透的 可以看透 我们把它翻转过来 拿一张牌 从背后杀进去 OK 我们看一下这张牌呢 是红桃6 如果我不喜欢怎么办呢 很简单 拿着这个真空交换 摇晃一下 慢慢的慢慢的 它就会变成黑桃Q 好 把黑桃Q拿出来 它是一张真实的牌 黑桃Q 里面是通透的 那么这个真空交换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直接讲解一下 其实它这个呢 就像一个显示器 仔细看 在底下或者上面 推一下 这个白边 看到没有透明的边 往上一推 它就显示出 里面的红桃6 如果在上面 往下推 它就变空了 这是用到一个空间错位的原理 这张牌是真实的 那么这里面的数字 我们收到的牌呢 这个数字是固定的 如果你收到红桃6 它就是红桃6 如果是红桃5 就是红桃5 或者其他的 来 如果是收到这个红桃6的 我们可以拿一副牌 再准备出 找出一个红桃6 放在这里 然后再拿一张盖上去 放在第二张 红桃6放在第二张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 把这个先 让它消失 翻转过来 我们做到一个 双翻的动作 一个经典的动作 叫双翻 翻两张 看到没有 这是两张 这个动作 需要慢慢练习一下 你看 放起两张 给观众看一下 红桃6 好 我把红桃6放进 这个牌夹里面去 其实这张 它不是红桃6 我们只要放进去的时候 往里面推 把红桃6推显示出来 好 红桃6 给观众看一下 红桃6 仔细看 不要眨眼 摇晃一下 慢慢的 红桃6就变成黑桃Q 那么红桃6 跑哪去了呢 我们先把红桃Q 黑桃Q拿出来 红桃6跑哪去了呢 红桃6 又回到 这叠牌的 第一张了 省不省其 你看明白了吗 真空交换 哇